《积善积德》 还可以把前世所造成的罪孽消除掉 善事极多了 自然能够把坏命转为好命 并且可以证明他的笑颜 所谓侧隐之心人皆有之 浙江有个读书人叫杨自成 他在县衙里做书办 为人公正心地忠厚 有一次县官处罚一个犯人 打得他血流满面倒在地上 可是县官还是很生气 给我打 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大人 再给我打 饶命啊饶命啊大人冤枉啊 打打打 元冤枉啊冤枉啊大人 拿着凋命给我打 哇 再给我打 富就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 大人冤枉啊 iller ditt 大人饶命啊 大人饶命啊 大人 请大人息怒 恳求大人饶住了他吧 不行 这个囚犯触犯了法律 又违背了公理 还不肯救犯 叫本官怎么能不生气呢 大人 如今朝廷 已经没有西非可言了 政治一片黑暗 贪污腐败 人心患赛已经很久了 审论了案情 应该可怜他们不明事理 误导法网 就是问出了案情 都不能够高兴 又怎么可以发怒呢 大人 忘您三思啊 原来杨自成的家境贫穷 却能够廉洁自持 从来不接受别人财物 碰到犯人趋粮时 他都尽力地救济 即使是自己挨饿 也在所不惜 他这种舍己为人的行为 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后来他生了两个儿子 都是有名的大臣 而且后代也都兴旺不衰 官运亨通了 常言道 上天有好生之德 在明朝英宗年间 福建自然混乱 百姓作贼谋反得很多 于是朝廷